结果就叫中奖了 中奖也是2月9号 就是10点30那天 21年前的事儿吧 今天又中奖了小奖 开心嘛 不知道是开心 现在也不喜欢中奖 开心最重要的 好了 正月的初一啊 中午12点 猴哥领猴嫂子上当趟去溜着 看看今天是NBA的比赛 我们虽然没买球票分野 也没地方今天 被人赶出来了 被人赶出家门 流浪街头 一国大型的多伦多 这就是后面那个 沟吹车站 这个车站呢 不是长足气的 只是用于上下班的 最远到当趟 那边到北边是到 此道卫武小镇 上班早晨吧 车停到这儿 但下班以后再开不收费的 都来送我们了 哈哈哈哈 刷就行刷吧 好了 好了 你再刷一下 我打对号就可以了 你再刷一下 这边这个 随便哪个都行 哎 贴上好了 好了 我下车的时候在这儿刷一下 对 对 十万斤的从前 这么晚也没查票 因为当下查你就完了 啊 啊 幸运的事 不查票 没有查票 也没有 我真很高兴 我告诉你 原来这小车站才好看的 原来是一个小红桌房 那车玻璃上 年年就有人给点涂鸦画画 啊 我最早最早的视频有 这是后见的 二层就是安静区 你说话就小点声 一层就是你可以说话 啊 行 看看多大 这个校园真的好好看 我那天去了 直接喜欢上了 太好看了 那个校园 而且还可以进去 也可以进去 感受一下学术氛围 哈哈哈 停这儿了 我这帮爷还得往这儿跑 看 这样 嗯 嗯 车手啊 上顶上了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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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啊 在这儿 没事一会再走 回去吧 回去吧 这四个鸡吗 这说二层是睡觉的地方 刚才昨天告诉我们 说在镇上不让说话 这帮人都在说话 今天早六不上班 不是上班的 哎呀 这除了还有点小兴奋 这到肯尼迪车站了 中途就这一个站 完直接就到中连 档堂 到这条档上了 盖楼了 到DVP了 咱们来回走 就是在这条道上开车 404 这一段不叫404 这条叫DVP 当外里帕克尾 还有一条河子 看 我在画的温哥华的 这是客车 对 就那么急劲 进城了 火哥进城了 是啊 这是狗吹 对 快到这了 快到这了 那上妖客死队 这时候咱俩就在这坐车 对 我这原来地下有个餐厅来的 普拉达 美食广场 出来了 对不知道是不是这我都忘了 猴哥想起来的 我也刷一下 你也刷一下 你自动刷卡 好了 这个是那个道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怎么太高 猴哥这回可进城了 这联合车站 这回可看着高楼了 猴哥这个丑啊 这楼啊 是铁的呀 是钢筋的 是钢筋的 必须钢筋的 活了 看傻了 你敢别回国上北京上上海看看吧 你看那摩天大楼 比这高啊 这脖子咬着 你不累不累啊 这楼这么高 赶别上美国上巴顿看看 看那高楼 离得近 也就这么高了 过一过一日子 过一日子 让孩子把那啥子给人俩办了 眼睛不够实了 哎呀 胡哥可怜哪 来到这儿竟干活了 高楼都没看着啊 出国一回 这是多伦多最繁华的地段了 好啥店呢 好啥店 让他看 多冷天都被这住 1817年建议 这楼不拆,它是前面这面留着,后面建高楼,前面这排都留着,保留这个古色古香这个样 这楼不就是吧,你看前脸留着呢,往后面建的高楼,前面还保留着样,还保留着样 那上面花,320号,这可能都有1928年建的 333,大湖上班的地方在这个楼里头,浴室楼吧,是吧,昨天上班就在这楼里的 你看那边吧,找停车场,那我也是来找昨天了,昨天领人干啥去,办上菩萨牙签证,是吧 在这看着美女就多了,没啥吃的呀,你看,你这行更吗?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那酒店,鸡木就到了,上那里喝多好,我说上酒店里喝多好,上房间里 拿过去,没啥给你,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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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这儿上溜冰厂 走吧 好了,今天是正为初一的下午,下午的2点15 进城了,大年初一,给江大大进城了,一直在腿里呆了,进城了 这是市中心,多伦多市中心的叫什么? 我们俩是大儿子,女婿小组,给我们俩订了,起来登酒店,让我们俩老家伙来享受一下,把家样给他们 一帮小朋友跟着玩的,他们去玩的,今天一天都给他们了,晚上我俩就不回去了 我们俩过二日生日了,看看这都是个最繁华的一段的,市政厅都在这个位置 那就是市政厅,身后的就是市政厅,这建筑确实漂亮,建筑了 已经吃了头 往那边就是那个陆冰厂,现在是2点15,这个酒店呢,还没有拆个印点,我们现在进不去 拆个印就入住的时间,下午3点,我们还有45分钟 这地方,我们俩刚来的那年冬天,元旦那天晚上那来过,跨年了 只不然没来,每年那些都 这个舞台,完了还有凝红灯啥的,有一些什么美国的叫rap歌手唱歌 今天人也不少 这冰厂,晚上有花瓶,怎么现在没到这天去 每年的跨年活动都在这个场地去行 这边,那边就是样街了,市政厅那边就是样街 这是展示的福特车 这是卖的啊,你看福特出这种充电机车了 原来就是跟我那一家F150,现在不叫F150,就通电的,你看 前面没有发行机的,通电的 这还点炉子,你看,点暖风的 靠靠手 这一家人不买销啊,这 他说干啥呢,这里头 不知道干啥 这车厂也不是搞啥活动 这些都扫描二毛一马,登记 可能将来买车有优惠活动吧 猜一点 这个一登记不干啥玩意儿 领个兜啊,咱们不领 那不领,领他干啥 这个是卖饮料的 五块钱一个,这是什么 这玩的高兴啊 好地方,多伦多最常玩的地方 主人的旅游的夏天就很好 没想玩的 把球的 常排队的 这么多人实在没想玩的 今天来市中心的心情不一样 以前跟这走一走一过 都是猴哥看活啥路过 那是充充忙忙的 还得赶着看活去 今天是以游客的身份来的 这女婿跟我俩订了个这酒店 就在对面这 这几个高楼 哪个是 我记不住了 喜来灯酒店 挺好的酒店的 小左他们单位有福利 好像是五百来块钱的酒店 只花半价 我家这几个孩子是真小子 我说今天我开玩笑走的时候 我说今天我给这个视频的标题 我就起名啥 猴哥猴嫂 老两口大年初一被孩子赶出家门 我就说起这个标题 今天天气也好 今天来过一个不一样的大年初一 猴哥走哪去了 我找不着了 没有了 找不着猴哥了 这么多人排队干啥呢 看冰球运动员 今天晚上有冰球比赛 八啥子给我一个纸巾 这家做纸巾的公司 发这个宣传小色子 这块老多人领小朋友出来玩来了 看这么多小朋友 你干啥来了 你干啥来了 这么些人排队呢 撞了运气 21年前不过动过奖 同样是今天不过在这儿看 小奖还是批子 抓奖来了 走 玩游戏呢 50$ 啊 重了50块 很好 Let's go guys 5块 重5块 都有奖面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 快看抓奖来劲了 这小孩抓啥 好 三点儿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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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孩重5块 那这是家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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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 哈哈 后哥来了 最大奖 最大奖 50 这不容易 写50吗 没写 这是什么50块钱 50块钱的奖 最大的奖 披萨店的 我也去试试 最大奖 恭喜老头子 你别碰我手 恭喜披萨 中奖了 不多 没有奖太多 你这再不容易 中的最大奖就50 不过中的一奖奖 开心的吧 大家注意 好运的 好兆头 一年你好 好开头 行 这么多奖 玩这个 有点料 啊 无家可贵的 这只小吃 拿着背 什么 开手 看着那 嗯 一个多伦多很有名 这一个标志性建筑 新闻电视台通常这个 这象征两本书啊 对着让大伙看 看看这个吧 如果来多伦多 啊一定到这个地方 最后有一个什么 优点 有一个湿滑道啊 可以在 红灯亮的时候 四个路口 同时可以走 就在前面 多伦多就这么一个 这样路口 就在这块 我们上了口 是专门考的 灯打死那个条街 就在这儿呢 不是 这是溃 就在那个街 就在这儿呢 那个灯 都可以走 寺面可以走 人行人行 你说在这 就在这儿吧 红灯这儿又上来了 啊 嗯 红的这都是红红的 我接着网友的祝福 转信了 这些网友真的好啊 中午后哥这个初一啊 这几个祝福 后哥都回不过来了 非常感谢了 后哥在这里感谢吧 感谢这网友 我这三年了就陪伴了 四年了 四年的疫情期间 这个都给后哥 就这么多的鼓励啊 后哥在这一国 他想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了 不管是多伦多的 中国的 世界各地的 哪里都有 澳大利亚的 的了 日本的了 非常非常感谢了 啊 但后哥代表我们夫妻俩吧 后哥和嫂 感谢你们 非常非常感谢 也祝愿在每个人的新村里 提香如意 买彩票 中大奖 像后哥一样 就来抽奖 披萨还中奖 你开心的吧 今天是初一嘛 好彩头 哎呀 小猫 哎呀 好看 老多小朋友了 看 看 大伙看看 50块钱 只能买披萨 这个只能买披萨 不给现金 行啊 这是新年好彩头 这个钱多少 是新年好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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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年好彩头